小師傅說這個叫做小怪怪 屬於挖土機裡面比較小型的 然後那邊有寫這一台是55的 所以它相較於 之前挖基礎的是比較小台的 小師傅正在做 卡 因為待會挖土機呢 會從下面 開上去這一個 機坑上面 因為它現在機坑一部分 已經有填土了 那待會呢它就是要上到這上面 然後懸臂到這邊 把土再接續挖到 另外那一邊 現在是工地時間 早上9點09分 那今天是做基礎回填的動作 那我們在 基礎開挖的時候會把 現場土地上的土呢 先挖起來然後堆製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如果 很厲害的工地發落的人呢 他會去找這塊土地附近 可以堆放土地的人 跟他租借他的場所 那因為這裡是鄉下 所以我們很容易 找到這樣子的人 願意讓我們 暫時性的堆製泥土 那泥土呢 因為從土地拔起來了 而且這個土地非常肥沃 泥土上沒有什麼被棄物 所以我們把這些泥土呢 保留在現場這一塊地 距離不到一分鐘的地方 那現在目前為止 在堆製泥土的地方 也會有一台挖土雞 他們會把土 那就是把它挖起來 放到鐵骨爬上 然後鐵骨爬就把頭塞過來 那在我們基地現場 當然就會有一台小怪怪 五五的小怪怪在現場 然後那個鐵骨爬 把頭放到基礎的旁邊之後 小怪怪再把它挖到我們的雞坑裡去 我們看到滾泥土已經破裂了耶 一壓就破了耶 這腳樓練到這樣紮紮實實的之後 小怪怪竟然 欸欸欸欸 就要直接把我練過喔 欸不湯啦 怎麼湯 我怕我的基礎側牆會爆裂啦 欸 沒事餒 哈哈 大驚小怪 嘿 我就跟你說齁 今天來的小怪怪比較輕啦 而且基礎側牆是有埋鋼筋的 鋼筋抗拉的強度非常高 所以滾過去這是沒事啦 嗯 沒事我就放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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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你怎麼知道那些蟲子要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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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你怎麼會丟起來 阿嬤你這樣很危險啦 阿嬤 現場啊 還有一個一直來亂的 就是將來要坐在這塊土地上的 阿嬤 他正在巡視那個土裡面有沒有髒東西 如果有髒東西他只要看到的話 他就一定堅持要把它拿起來 因為他說他不想要坐在垃圾上面 如果依照一個婦女 他會有這種經歷 一定是他以前經歷過 就是被人家指派說要去把垃圾清起來的這個經歷 所以他一定堅持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一點都不想要阻止阿嬤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以後要坐在這裡 他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覺得說我有對這一塊房子 這一片土地有付出 那他會覺得很開心 我們都是在付出裡面找到定位感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 讓阿嬤繼續去冒險吧 他要轉換好 那他要轉換好 版國也要扔起來 他那個車 才能夠放在北北 那他車 才能夠前面 才是 把他往外走一下 好 那我們叫客人 這兩次請анс 謝謝客人 他在冒險 那 except警察 他說那個客人 剛剛又在市場 來監獄 他在他們監獄 剛剛我們看到工地主任正在阿求 他在阿求什麼呢 就是他說這樣的工地的效率實在是太慢了 因為挖土雞他們可能是點工的 就是念一天多少錢這樣 然後看今天出幾個人 幾台車 然後剛剛工地的蔡董的意思就是說 你去叫 你去叫 老闆又給他一台車 我這樣很難 又要給我算一天的錢 這樣怎麼會說呢 可是他那個小哥哥一點都不理他的意思 應該是覺得不關我的事啊 然後老闆叫我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啊 你念我有什麼用呢 所以應該是 我們工地主任或者是 現場發動的人 直接打電話去 適合打我給他到 好吧 靜觀其變喔 你要釣來這裡齁 你這裡有塞進來這裡 還要加大潘 你這裡還要塞進來 沒有塞不進來 你的車 這時候的我 跟已經有30年以上經驗的蔡董 正在做一場深沉的對談 我的蠢問題分別是 為什麼基礎要回填土呢 一定要是土嗎 把土這樣再來再去 耗費挖土機 加運送車 還需要跟林地租借置放土的租金 這樣真的有比較划算嗎 怎麼不乾脆混泥土整個就給它灌滿呢 會不會比較省啊 那或者是說 基礎坑裡不回填土的話 能不能基礎的柱子 坐大姿一點 坐比較勇一點 讓我們整個結構體 就直接坐在基礎上 或者柱頭上 不行嗎 喔我的問題真的很多耶 大概有10萬個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區區的一屆附到人家 居然想這麼多呢 其實我只要達到一個目的而已 就是 我跟郭劍說 我想要在基礎坑裡面 留一個地叫純飯紅酒啦 對對對 我是酒鬼一枚 對 哎呦為什麼不行 齁為什麼不行 欸為什麼不行 你是劍斯餒 啊 對於盧小小的另一半 國劍跟我解釋的一吐拉庫 首先 咳咳咳 我跟你說齁 那一塊土地齁 泥土上面深一點的地方 就會有水 啊因為海拔不同齁 地下水位深度哪邊會挖到 也不知道 所以當那個建案 或者是各類供給大眾所用的建築物 在開花的時候 就必須要做專探樹宴齁 讓那個營造廠書工的時候 掌握要用哪一種基礎擋土設施 靠近海邊一點的住宅 更需要注意地下水位的壓力啦 啊我們這種靠山漆的那個都宿計畫內住宅 挖到地下水的機率不大 其實 比較害怕 是挖深讓四周的泥土坍塌 所以 你去看 山上的那些住宅 請照的時候 就特別需要送水土保殖計畫 總之齁 就是怕挖下去的時候 土足鬆軟啦 所以就必須要擋土牆 圍圓起來的概念啦 這樣你懂不懂 這時候齁 你自己挖的坑就要自己繳齁 依照需求 看是要用華氏基礎 還是聯合基礎 還是連續基礎 啊不可能整個坑都用粉填土把它放開 過程在民營島也不用這樣 地球快要毀滅了,環保要顧一下 五十六十年後,這個黃鼠敲掉就會成為會氣霧 環境就是可以回甜土了 甜土就像柔麵糰,鬆鬆的麵糰就是要加點水給它頂起來 不是啦,是渣熟,要渣熟喔 我還問是不是只能填土啊 不一定要填土,也有人填水 這又是另一個建築師懶得跟我說的番外篇 很大篇 環境你不要問那麼多,大家都是這樣給它填土的 然後吐詞最好就是用這塊土地勾出來的土 因為跟四周圍的土的密度相符合,壓力相同,知道嗎? 鑰匙,我要是再問下去,我們人已經就要閉面了 好啦好啦,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最重要,這是我的需求喔 這坑那麼多坑,我能不能留一坑起來長久啊 就是做一個來當我的酒窖啊 人家那個國外的電影,地盤不是都可以掀起來當秘密基地 這時候,建築師又表示了 咳咳,在法規上不行,因為有隆基問題 而且涉及需要檢討是不是逃生安全 實際,你住在裡面有沒有安全這些問題 那如果你俗記真的自己在折行,想要偷 咳咳,想要偷齁 如果你是華視基礎,還是有機會可行的,但是行為不可取 但是,你還必須要做好四周圍的 欸不是,是五周圍的,因為包含地面以下的防水問題 欸防水裡面也要做,外面也要做 你的身份都會堆得很高很高,花很多錢 這樣才會好,你怎麼沒要買幾個就好了呢 啊,我們蓋這個房子沒有錢 就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沒有了 比較實際一點就,比較實際一點好嗎 齁,加油,乖喔 現在我身後呢,有三個檔,三個老闆 他們現在在討論什麼呢,就是討論接下來的偷轟 還要再載幾方進來,要再載幾車進來 那為什麼要考慮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基地會填土啊 土,因為你可能膠質的時候會鬆軟 或者是說,因為你把它壓平的時候 你土因為鬆鬆的嘛,然後就有重量 然後往下壓的時候,它還會呈現 所以呢,就是要依照你的經驗值啊 去算看看到底還需要多少頭紅倒進來 如果太多呢,到時候你可能又要把它刮掉 那如果不夠呢,更慘 你可能還要再叫一次挖土機 跟叫一次土來 那不是更麻煩嗎 所以當然我們就是可以多 但是盡量不能少 所以現在他們正在討論多少土 多少錢 然後現在積極的討論 這可能需要有一點經驗值的人 或者是需要有一些神通的人 才有辦法算出來 因為我算不出來啊 好的,剛剛經過一陣激烈的討論之後 那個,有在發洛土方的老闆 似乎心裡有一點抵了 所以他現在電話正在聯絡 就會說,欸,你會把我帶幾車來 好,你把我帶來喔 好,現在是我心裡的OS 哈哈 將將 我們的基地已經刺頭林喔 什麼刺頭林呢 就是已經回田土 就是以前把這個原本基地上的土 拔走 然後現在把那些土 因為基礎已經完成了 現在要回田土 那我真的覺得 要蓋一個房子真的很不容易 在基礎的時候要花費很多很細心很仔細的事情 但是天總有不測風雲 那比如說我們土可能不夠啊 要馬上去找土啊 比如說剛剛挖土機壓 在壓土的時候沒有注意到那個 鋼梁 然後就把那個鋼梁直接就壓扁了 那於是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想辦法解決這些事情 所以工地永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那些驚喜可能都要用錢 不然就是要用更多人力去換的 所以要發落一個工地 或者蓋自己的房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尊敬工地的人員跟建築師跟所有的人的努力 欸 說到這樣 人家我今天也有努力捏 國劍說 你有夠重 可以去把邊邊角角的回田土踩平 踩紮鼠了 因此也讓我學習到 覺得人啊不能太驕傲自滿啊 其實你不懂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那你透過每一次學習 透過每一次受傷 你就可以更成長一點 所以 真的要對這個大地 真的要對所有的人保持謙卑的態度 不能自得益滿 因為永遠有你想不到的事 永遠有你不會的事情 多多向人家學習 多多 多多好喝 多多好喝 呵呵呵 這個你要大地圖來嗎 對啊 要大幾樓 大樓再夾一個夾層這樣而已 喔 這樣喔 對啊 要用到這裡用 啊 啊 這樣有生用齁 好 好 一樓的地圖再夾一塊嗎 很困難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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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